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体部分结束了维持一个低度合作 刚开始我们还是说一下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消息 比如Mr.习这两天正在印度跟莫迪开始展开谈话 这里我们就慢慢聊开去 就是印度这个国家我们前面有聊过 就实际上欧美社会不管是他们的 哪怕是意识形态领域自由民主法治 这个可能还有一些不太好说的地方 但是在企业级别在经济层面上 实际上中国跟印度这样的国家 跟非洲大部分绝大多数国家 跟亚非拉这些国家 实际上对接程度要高得多 就是他们其实更缺的是基础设施 最基本的做能的一些需求 就是最基本的一千种商品 五百种商品 一百种商品 十种二十种商品 中国更加能够提供 而且是系统性的提供 那至于民主法治这些 是不是说中国有这个输出的可能 这个我们另说 这个就不想这个问题 那美国贸易跟中国贸易代表 都在华盛顿这边谈判的时候 即将要得出结果的时候 Mr.喜到了印度这边来 意味是很明显的 这就是下棋 我们在这边谈 这边的话我又开了一局 美国同时应该说在金融上面 这个局面也已经打开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中美贸易代表 这个规格有多高 美国这边是贸易代表 特希泽 财政部长 姆努钦 这个是 然后特朗普总统 还亲自会见了刘鹤 这个总代理总代表牵头人 那中国这边的呢 级别也非常的高 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易干 那易干呢 他长期是在央行里面工作 我们财经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他长期是这个做 副行长做了蛮长时间 还有位是国家发展 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 宁吉泽 那这位宁吉泽先生呢 实际上 他来发改委的时间不算特别长 也待了一阵子了 有那么小几年的时间 但他其实更长时间 他是在中国国营企里面做 而且做得非常好 我印象中 他是在中良啊 有好多家都做过 而且有一两家 还做得特别出色 整个局面做得很好 所以他应该算是一个比较亲线 对国营企业是特别熟悉 特别是央企特别熟悉的一位 还有中央财办副主任 这个财政部副部长 廖 廖明 还有外交部副部长 邓哲光 这位一大堆 后面还有一群人 那这个规格都非常高了 央行行长都出来了 还有这个国营企业的这个大头子 大代表 发改委主任 那这个规格应该说之前就已经预料到 这一次谈判应该说容易有效果 要不然这么大张旗鼓的 这么去搞 这么重要的官员过来不合适 所以这一次呢 双方应该说都冲着达成协议的这个角度 来组织这次活动 而从结果上面来说的话 我们看应该说是差不多的 一个是刚才讲到的 特朗普会见了刘鹤 这个如果没有效果 我应该不会回见 然后具体从金融市场的反馈反应上来说 应该也是这么一个情况 比如我们看到了 黄金在出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跌 也可以叫比较技术性的回调 跌幅还是蛮大的 然后人民币也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升值 有连续升了三天 美元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跌 连续连续两天下跌 还有更关键的是中国上证A50已经连续几天上涨了 中国A股的重心实际上在过去一年半 现在就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就是在过去一年半 A50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而美股呢 道琼斯工业更是出现了非常大幅度的上涨 当然尾盘的时候出现了回调的情况 但是实际上当天在高位上面接近涨了2% 这个市场上2%对于道琼斯来说 这个涨幅是非常之大的 而它的整体点位呢 其实现在也是在比较高的位置 最高的时候已经超过27000点 那这一次会谈的具体成果是什么呢 我觉得主体部分还是一个维持低度合作 就是中美脱钩就算要脱啊 也不可能一次彻底的完全 我说的是贸易领域 其他方面科技领域可能会脱钩的厉害的多啊 包括金融方向 包括像更往意识形态高处走的地方 应该是脱的更厉害 而美国呢 我们前面也聊了 为什么要在自己弱的地方去抓住中国来打呢 这一点其实是一直很奇怪的 就是他后来应该说是很明显的发现了 贸易在所有这些金融啊 甚至说香港问题啊 在所有的方向上面 实际上贸易它是没有那么多优势的 特别是中低度的贸易 很多地方能走的差不多 这几年也都走的差不多了 有一些甚至还要倒着回来 像特斯拉我们前面一直说的 就还是得维持一个低度合作 要不然对于美国维护全球的 这个制造业能力 高端制造业能力都不会有帮助 对于维护这个美国全球的这个霸权来说 也是有非常大的损害的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还是要维持一个低度的合作 那这个低度合作 当然中国可能也是希望达成这样的协议 有没有烂布呢 我们看到这两天新闻已经发出来说了 正在吵 实际上前一段时间有提到一下 但是现在集中在这个时点上说 其实也明显是在告诉美方 这个是中国的烂布 比如说就是这个中国要开放金融市场 这个开放呢 当然它不是说一口气 都应美方的要求 比如说这个汇率自由兑换呢 资本市场全面开放呢 没有这样说 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基金 比如说期货 这些市场现在说是2020年 就未来一年到未来一年半的时间 有几个方向上的全面都要开放 那这里就是全面竞争 它也会有一个主轴跟重心 所以现在贸易问题应该说 应该说要告一段落了 就是后面争吵还是会有 还是要有 但是呢 主体部分应该是在金融方向上 中国的门开一点 那么注意力往这个方面转一点 然后在排局的这个注意力上面 我们都放到这上面来 而这上面呢 我们看到实际上 这个如果要开放的话 还需要有几方面的准备 比如说中国的资产证券化 实际上程度仍然不够高 就中国大批的这个资产 它仍然没有证券化 如果说没有证券化 像房地产的话 很多朋友说 这个房地产这么高 怎么做空 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做空的 不太好做空 像过去很长时间里面 只能间接的领域 比如说你做空罗文干 比如说你做空人民币 这可能都算是做空房地产 但是你要说直接找一个交易品种 房地产指数什么 直接在上市的 没有这种品种 你没有办法直接做空 所以资产证券化 就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 这些都是一个基础条件 所以我们未来可以看到 美方在这方面应该也会施压很多 中国的也会开放 这个开放的话 是不是说中国彻底烂布 其实我们前面也了解 这个也是中国现实需求 比如说人民币的国际化 未来肯定也是要走 如果说不走 国内的定价权 很多方向的定价权 可能就没有办法扩散开来 然后我们再仔细说一下 什么是低度合作 这个词说起来 算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发明 还有一个 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低度合作 这个低度合作 我们说它有几方面 说要进行了坦诚的交换意见 在农业 支持产权保护 汇率 金融服务 扩大贸易合作 技术转浪 这些问题上面 低度合作 就是比如说农业问题 农业问题 应该说中美还是很需要对方的 中国说要解决粮食问题 我们前面聊起的 什么是粮食问题 人的基本需求 六大类里面 其实说到解决 就是两类 油脂跟蛋白质 而油脂跟蛋白质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大豆 大豆这个东西 特别消耗土地 特别消耗化肥 特别是蛋化肥 它就是从石油里面的蛋 转到大豆里面的植物性蛋白 然后植物性蛋白 再喂个鸡 喂个牛 喂个鸭翅 或一定的豆粕之后 这些鸡牛 它就长得快一些 这些蛋白质 就是成人的优质蛋白 动物性蛋白 这一整个链条 实际上 这个合作是非常之需要的 然后再看 知识产权保护 这个合作 这个就要比农业又要低得多 农业本来是更基础的 知识产权保护 就是原来大家一块合作 比如说谷歌的GMS 现在的话别人不卖 别人不让你用 这个也说得过去 这个东西大家买卖是相互的 就算有钱挣 不是说你感觉到别人挣钱了 别人就一定会卖 是不是 这个也无话可说 还有就是 比如说汇率问题 汇率问题双方应该是在商场中 还有金融服务 这两个就非常微妙了 它低度合作还得慢慢协商 就是大家维持到什么样低度合作 中国开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每个美国企业能多大程度的进来 这个低度合作还慢慢的看 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 像技术转让也是 跟知识产权保护 实际上也是一个意思 就是这个东西 感觉上中国也吃亏了 但是你毕竟不能强迫别人 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是 中国在战术上面从来不敢进攻 从来不会去进攻 目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它就是这种韬光养晦 实际上现在是求的是什么 只要不发生决定性的冲突 再过三年五年情况又不同了 就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感觉 就是这个阅兵之后 那么多新式武器有一个大问题 就是比如说战略核导弹这个问题上 美国跟苏联 它都号称有几千枚 他们可以把地球来回消灭十几次 那中国呢 数量应该是不多的 但是比原来大家想的多 那一颗东风41 它里面有大概有 可以装十个核弹头 目前长出来的16颗 那大概就有160颗核弹头 就已经是过天安门广场的 那其他还有一些 160颗应该是比以前这些军事的 能估计 西方军事专家估计的要多 以前大家都认为 大概只有两到两三百枚 但是现在出来了就160 应该说可能五六百 或者七八百 也许都有可能 但是有更多 比如说那个无人机体系 那这些实际上 中国之前应该是在偏研制方向上 就集中精力做 把下一代做出来 要不然你 把它做出来之后 这个技术上有代差 是落后的 就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 肯定是先搞研发 研发定型之后 再大规模量产 所以现在我感觉 中国的这个中西部 很多科研所 包括这个军事的兵工厂 正在大规模量产这些东西 也正是因为有很多地方 它实际上是正在积累的一个阶段 包括中国的卵实力文化 你也要 现在基本上处在萌芽状态 比军事还要落得多 你没有一定的成长 就没有办法进行全面的竞争 于是怎么办 你只能在贸易跟科技领域 别人要多少 你烂多少 要不然现在不能发生绝对冲突 至少嘴皮子上要烂着别人 所以美国提出低度合作 刚开始想完全切断 后来发现 美国肯定发现 绝对切断是不可能的 至少贸易这个领域 贸易这个领域 结果切断不可能 中国可能会提出一个 或者大家共同提出一个 低度合作 低度合作 这就是回答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可以找个佐证 道雄是在2018年的12月份 那一次下跌 这里下跌有几个因素了 但是我觉得其中一个因素 应该是美国经济界彻底的防省过来 财经界 就是跟中国彻底脱钩 这个可能性很低 那当然了 他后来访谈是因为降息很多原因 但是也有一个 就是从大心里的认识 就是彻底切割 这个不可能 所以这一次 最近星期五的上涨 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一旦大家能够稍微达成一点协议 这个上涨就来了 当然还有一些辅助的 因素很多 辅助的因素就是 现在美国还在讨论是不是要Q14 当然他现在彻底否论了 说我不要Q14 但是至少这个问题 他摆到台面上来说了一次 这说明了 这个美国的美联储 他也在考虑是更大规模 这个放水的情况 比如说10月29号的议息上面 美联储应该降息的可能性又大得多 这个对于昨天的关键性的上涨 也是有重大帮助的 而除了股市之外 道琼斯能够稍微稳一点 这也是对美国财经界的整体性的一个强心计 因为这段时间美国的政界也不平静 特朗普被弹劾的事情被反复的说了 美国的比较阴暗的时刻 在竞选之前 这个时刻也是来临了 所以很多问题搅在一块 特别是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很多的资本家也在静静的等待着这一切的发生 在这个时候会很焦急 中国的贸易问题就是这个样子 美国的资本家是非常非常之依赖中美贸易的 所以这些资本家他们也乐见这一切的发生 就是希望稍微稳定一点 然后能够把美国自己内部的很多事情给理清出来 好 我们这期内容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看到中美现在谈判 这一次在刘鹤率团出发之前 应该说双方就已经就很多问题达成了协议的 要不然刘鹤不会这么高规格的出发 那另一个佐证就是在这种谈判的关键时刻 密斯德西居然去印度访问了 这个时候应该如果说打的不可开交的时候 这时候去访问干嘛 还不知道未来的路怎么走 说明这个事情 这两个问题都说明 这个问题差不多得开解决了 就是贸易问题 贸易问题差不多的要解决 怎么解决呢 就是低度合作的这种方式解决 低度合作解决了 下一轮排局 马上就会开始 金融问题已经在慢慢的布局很长时间了 香港问题算是甚至都有一点这么一个味道 那中国大陆这边也说了一些金融市场也要开放 所以这个开始打下一轮排局 那干脆习就去其他地方再转悠一下 到印度来看一下中印之间是不是有更大合作的可能性 从整体来讲是有这样合作可能性的 看一下双边的关系是不是能做得更好 为下一轮这个竞争提前布局 比如说中国也面临这个影响力要走向全球化的一个情况 还必须要加强亚非拉的合作 要加强一带一路这方面的这个布局 这样做好准备之后 人民币国际化才有价值 人民币自由浮动才有价值 外汇市场开放才有价值 否则的话你没有一带一路 没有亚非拉的这些市场 没有定价权 你这个汇率开放 自由一浮动 上海也开了这个外汇交易所 然后这个资本市场也开放 什么都开放 然后所有的这个中国的资产全部打包起来 证券化 被一口被美国一口给吃光了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所以这个下一轮布局要开始 而这个时间呢也会比较长 就很多的这个朋友 就实际上我觉得他们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是是很着急的 就我们看这个贸易问题啊 它实际上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 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奥巴马时期 他当时就已经说要做TPP 但从那时候奥巴马下台到几年了呀 特朗普马上第一届就要做完了 这已经有五六年的时间了 然后双方才慢慢的摸清楚对方的底牌 然后才最后达成一个这个2019年10月初 达成一个低度合作的这个协议 然后呢 这个还不能说算是完完全全的终结 尾巴还会有很多的争吵 比如说大豆 这几天大豆价格在大幅上涨 美国大豆 那中国大豆呢也开始上涨 如果说美国大豆把价格卖的很高 我卖啊 我也买啊 但是价格有可能谈不妥 这又是另一个细节的问题 那金融战也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今年香港的局势开始变得混乱一些 那金融市场说是现在是要开放 但是实际上这个问题啊 才谈了一年不到的时间 所以未来还有好几年的时间呢 这个几年的时间会发生什么事呢 很多的 比如说中国的A股可能还会剧烈的这个震荡 可能大幅上涨又大幅下跌 又大幅上涨又大幅上涨 美股也有可能大幅上涨 有可能先大幅下跌 然后再大幅上涨 这都是有可能 然后中间的话 中美的汇率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点 这上面可以争吵的内容 不会比贸易问题少 贸易问题 其实美国还不好搞 因为中国大陆 你们这些资本家都是听我打的 那就好好搞一些 美国反倒是不好搞 美国的资本家 他倒是要影响政客 你们这些政客都是听我资本家的 还不太一样 但是像金融方向 他谈的问题不是那么多 他不是一个企业去谈 但是问题都很重大 他世光千千万万的企业 所以利益也是冲突也是会非常激烈 但是一定耐着性质 肯定是几年的时间 高潮肯定不是2019年 应该也不是2020年 可能是2021、2022 而这中间很有可能 这中间还伴随着全球的金融危机 而这一次金融危机 如果爆发的话 就不像以前那个样子 像08年的时候 中国说 我先放水 我们是在救美国 至少明面上 嘴上会有这种说法 下一次如果在的金融危机 中国会说救美国吗 美国会说 我要救中国吗 双方 嘴上都不会说了 巴不得刀光剑影 继续流血冲突 金融市场的流血冲突 所以 下一次 金融危机 可能就是 伴随了金融战 这个的话 还有两三年的时间 甚至更长 好的 我们这一集内容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